能够得到一次世界冠军 这已经很不容易 三年拿下了十二面国际比赛的金牌 又是怎样的神人等级呢 我们来看这位擅长艺术面包的 红北师傅张燕宇 2018年他前往韩国参加了两场世界比赛 用多七机二机打破了大会的记录 在中国后他并没有停歇脚步继续参加国际比赛 又在报回八面金牌 不过耀眼成绩的背后 其实曾经有一段不被看好的岁月 参加国内比赛一年三十多场 没有拿下任何冠军 但是张燕宇没有放弃 用乐观正向的心态走出了逆境 前两年世纪疫情重创生命 他也不略偏尤人 反而利用机会重拾书本 以高中学历考上了台大研究所 勤勉不懈的好学精神让他翻转人生 并且赢得了潮流每位领航者的封号 他说我第一次比赛就破了他们的纪录 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最多两个金牌 很少再拿到三个金牌 他大概一个场是四天又四千多人 他是属于最大场的一个比赛 白板柜上的奖杯 奖状与奖牌 全部都是张燕宇的辉煌战机 在烘焙界因热爱参赛闻名 不过让他声名大噪的 还是2018年那一场韩国举办的国际餐饮大赛 初次征战就拿下三面金牌 他这样感觉就是说我被肯定了 因为那时候我在台湾比赛都是拿第三米 或是同牌奖 很少拿到金牌奖 那并且说我觉得这个付出是有值回跳价 但是喜悦是当下啦 因为我觉得人生没有一个从后开始就会成功了 都是要经历不断的意念才会有一个完美的成果 荣耀回国后张燕宇没有停下脚步 在2018下半年2019 2021年 又接连抱回九面金牌 尤其2019年的艺术面包作品 高顶祖师爷孔明 赢得所有评审高度赞誉 他说这个孔明的袖子 它做得蛮像布的感觉 蛮轻易自然的 我用擀面筋压到薄薄的时候 它还不容易发脏起来 我就赶快瞬间把它形成一个袖子 定型之后再烤箱烘干 一个皱褶就是烤一次 如果里面十个皱褶就烤十次 所以它蛮费工的 不仅袖子费工 妖风与壁膝上的装饰也相当讲究 还有手上拿的扇子 以及象征智慧的宝典 各处细节 景喜到位 眼部神韵更是画龙点睛 它都感觉蛮有神像的那种韵味又多 它感觉说不是人 那种感觉已经升华到一般人那种 也不是木偶那种没有灵性的感觉 反而这尊艺术品当中 它给人家思维说 它很专注地看着前方 拿着扇子就向前迈进的意思 高中面广告设计科 将色彩学与雕塑原理 运用在艺术面包上 也因此张晏宇带配色 以及结构比例 总能祭高一筹 先把它位置先定位出来 然后从眼睛开始鼻子嘴巴 做完之后 再来抓整个神韵 定位精准 还不容易脸歪嘴斜 比例拿捏也很重要 五官大小 神韵表情 抓出人物特色 孔明就是一个 让人家感觉他智者 智者的话可能 那个毛发会多 他就说耳朵会很大 然后眼睛就是要正前方 因为他可能要正直 人物是所有艺术面包园 最难做的 因为第一你要塑造出 整个气势跟神韵 还有整个感觉 那个就是评审他 百分之七十最高的 分数之一 加冰面仁与糖花概念 导入到艺术面包 材料则是使用 类似盐胶做法 自行研发能重复使用 减少损耗的复合式材质 还能久放不坏 艺术面包呢 他基本规定就是用 面粉糖盐 他观赏时间也大概 就是一个月至三个月 那我设计出 糖的比例90% 盐的比例90% 面粉比例大概降到10%或5% 那毕竟糖跟盐比例很高 而且不怕重注 我自己有做测试 我可以放到五年 通常从头到尾做完 少说得花上一个月时间 但张晏宇现在的速度 已经可以七天完成一尊 丰沛的创作能量与生产力 源自从小对烘焙的兴趣 我爸爸就是做这行已经快60年的师傅了 从小在家我就是蛮多烘焙设备 但是当DIY玩具嘛 比如那种国中的时候 我就开始带大家到外面 去人家讲习会外国人来 还是台湾有讲习的时候 我都带他去 他回来就开始自己 在家里就时常在做面包 面包做好的就做这个意思 因为父亲工作关心 张晏宇得以拓展视野 小小年纪就见识到各国师傅手艺 吸纳不同地区的烘焙文化 也对欧式面包产生兴趣 对午后进入在台日本人经营的 欧式烘焙连锁品牌 从基层做起 他们日本人教学历史不够 跟你说这个重量称多重 譬如说一个甜面包面团50公克 他要切50公克 你就不要再切60公克 70公克 80公克 然后这样一划铁盘 如果你真的认真听他的话 他真的会教最多 日式职人严谨认真的态度 让张晏宇蹲好马步 为了精益求精 甚至利用下班时间 练习技术与了解整个产制流程 从公路生干到 正职社员在干到副店长那样读到 然后再来我离职 10年的时候我有出书 我都请店长帮我写个序 他说好没问题 马上帮我写 我成就了报感的心 我就去帮他回贵 做辅导他们的员工啊 考执照这样 五年的磨练 张晏宇与翼建峰 决定创业开店 还够热情与好手艺 做出来的面包 没想到一个都没买出去 那时候都没什么订单 也没什么客人进来买面包 对 然后很暗淡 很敞淡这样 他们会说基本上这个可能吃不了一年 同一人说这吃不了三年 有时候他说这可能做个几个月大概就收了 没有知名度 又是口感偏硬 不讨台湾人喜欢的欧神面包 不看好的耳语不断 决定决定决定都会有 但是耳朵自己的 我本身耳朵很厉害 我家要关闭 他就关闭 然后人家呢不好听了 左边听去右边出来的 我不会吸收那些 因为我觉得那些不是我要养分的 滞销的挫折感 没有困扰张晏鱼太久 不断思考如何突破僵局 让消费者喜欢 苦无良策时 就往图书馆跑 那人家常说书中只有黄金屋 就让我看到一个几八点 我们发现坚果酱 就可以取代我们面包里面 油脂的食用量 还用香蕉跟苹果 或洛神花 或五花果打成泥 之后里面的果胶 可以取代我们的鸡蛋 跟奶粉的软银子 还有些乳化作用 还有香气 获解关键的食物密码 张晏鱼如获至宝 开始钻研 蔬菜水果与坚果 加入面包的效果 像就读台大微生物系的妹妹 以及植物学系的妹夫讨教 食物背后的科学原理 他们跟我说一些矿物质 然后脂肪 蛋白酶 什么一些微生物专有名词 然后再加上我自己 请泡血拿食材回来做实验 而且我爸爸还很好 他知道他孩子喜欢这些蔬菜水果 他就跟国外市场打很好交道 每次拿很多蔬菜水果 回来让我做实验这样 花两年时间研究配米 用蔬果精华酱取代奶油与鸡蛋 这项创举 也带烘焙圈刮起一股旋风 同意争相上门情谊 八年起我会出一本书 教大家如何用蔬菜水果 后来这三五年 维安事件全世界都在爆发之后 大家重视养生 就慢慢他们就会 把一些食材用到面团里面去 用蔬果酱与坚果酱 做出来的欧式面包 生活消费者喜爱 店里生意见由起色 以面见由国际比赛打响名号 可惜好景不长 2020年受到世纪疫情影响 善于转念的赵燕瑜 在这段时间重持书本 考上台大农业经济系硕士在职专班 让食物结合理论 同时也在大学部选修学分 就发现说 驾驶人都要用英文在上课 还要讲义都是英文的 毕竟也在经营15年在读大学部 他们多的过程时间 那我就要花更多时间去把那些离谷过来 那只能花自己的时间去离谷这样 土法练纲 一句句翻译 即便必须比同学多花两三倍时间备课 赵燕瑜依旧甘之如意 把握每一个学习机会 学习末的最后一天 大伙怀抱着轻松心情上课 来自各行各业的同学们 甚至老师 都是赵燕瑜最好的评审 我今天有带面包 今天有带洛神花跟橡胶跟柑橘做的 一开始我们跟他刚开始当同学的时候 他就每个礼拜就发给我们一个面包 他把农产品带入到这个烘焙业 真的是把它发挥到淋漓尽致 因为像我们同学有些是种香蕉 有些有蔬菜什么等等的 然后就可以提供给他 他就开发做一些外面没有的一些产品出来 他其实是一个很认真很热心的 因为他有时候其实会要上课 白天要上课嘛 可是有时候又接了订单 有时候晚上做到十一二点之后才结束 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是那个我是张晏宇然后张丽梅 求之若可学而不厌 勇于挑战与尝试 张晏宇的眼神坚定且专注 在烘焙的领域全心全意 追求更卓越的自己 好 谢谢您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